你會弄錯了 你會弄錯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bby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eanor 今天這條影片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我請了一個特別嘉賓 她就是Eleanor 今天這條影片是關於心理學的 因為我之前在Instagram有問過大家想看關於什麼的影片 有些人就說他們想看關於大學讀書的影片 我就決定拍一系列說關於英國大學讀書是怎樣的 所以我就找了我的朋友Eleanor 因為他是讀心理學的 因為我的朋友是說普通話的 所以這條影片都是會用普通話說的 如果大家聽不明白的話就可以看字幕 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你的是 通常別人對你念心理學有什麼誤解? 大家都會覺得學心理學就可以會讀心術 對啊 不是嗎? 不是啊 心理學不是魔法啊 就是很多朋友覺得 哇 你讀心理學那你可以讀我的心嗎? 就不行啊 因為它其實是一門science學歌 就是像科學一樣 所以你的學位是science的 對 像英文science sodest me 你要學的東西呢就是很像很多理論基礎啊 然後你要去 反正就學的東西很多 就是你要學比如它的歷史啊 然後這一門課的由來 然後它從以前到現在的有什麼發展 然後就是你還要學大腦 好像你是學的東西是很神奇的 就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對對對 應該不像比如說不像數學啊 不像化學就是有很多公式 然後你知道你學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基礎的東西 但是心理學別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通過那種很神奇的方法 可以學到怎麼去讀心啊 怎麼去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其實心理學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基礎 然後很多很多的米論 來得到現在所有的發展的 你剛剛說你要讀大腦對吧 所以你也要念生物啊 嗯 要念 那你覺得是怎麼樣 你以前有練過生物嗎 以前的我在國內練的生物 跟現在學的生物不一樣 就是國內練的是比如說你的身體的 然後你身體各部分啊 還有一些就是整體的 但是心理學大部分只學大腦 就是你要學它的大腦的神經 然後什麼就比如說你用什麼藥 會影響到大腦 然後大腦的每個部分的功能是什麼 然後它的每一個功能呢 會被什麼東西所影響 這些都是你要去學的 所以你每一年你要念生物 對每一年的生物都一樣 一年比一年 下個問題 那你心理學你最喜歡是什麼可能 最喜歡的是 最喜歡的是 還有它一些語言這樣 或者什麼 你可以知道 推斷出它作案的動機啊 然後你從別人的嘴 就是那些旁觀的 聽到 看到的動機 你又可以知道 誰到底是兇手 然後你可以協助警察 所以你要 study case 會有case給你看 就是會有不同的 看你要猜誰是殺手 也不是猜 也不是像玩遊戲要去猜 但是就是說會有一種 就是現在我覺得大部分就是說 他會跟你講 一些犯罪心理學裡面 criminal mind 的一些思想 就是作為犯罪的人 他的思想跟常人有什麼不同 但還沒有到就是 找犯人那一個 那一個快 這是你最喜歡的 那你最討厭的課是什麼 有一課叫 Research Design and Analyze 那一課要學的東西就是很多 算數 然後很多就是他 他就是要讓你去設計一個實驗 然後去收集你的資料 你要去用你的數據 最後你要去研究你的數據 然後寫一份報告出來 這個是我最討厭的課 因為你每一天都要寫報告 然後你每一次都要去做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你要去運用到數學 然後你還要學很多 就是數學上的一些算數的方法 做統計的方法 所以就是statistic啊 對啊 但是沒有很難 嗯 但每一次做就是很煩 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全部弄好 嗯嗯嗯 那你平時是不是要經常做實驗 嗯 我們就是我們會自己做實驗 就是自己要去設計一個實驗 然後去自己去找參與者 去協助你 但是我們心理學這一科呢 因為大三的時候呢 需要自己要做一個 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個畢業的那個 project 然後你呢 就是要用我們學校有一個系統叫SONA 然後所以你為了大三可以用那個系統去找到你需要的那些人來幫助你完成你的project呢 你一大一大二都要去做其他人的實驗然後來得分 你得夠了那個分以後你打三才能夠用那個系統 最有趣的實驗 最有趣喔 現在目前做的一個就是 它要就是 它是研究你的反應力 反應力 對就是它會就是 一個叫eye tracking的實驗 它會用一個儀器在追蹤你的眼睛的那個 就是它動的那個速度 會換毒片 然後你的手呢會在鍵盤上就是它可以講 當出現黃色的點的時候呢 你就要按Y 然後當出現藍色的你就要按空白鍵 然後它就是要看你 會不會就是在過程中 在圖片轉換的過程中 你的眼睛會跟著去看那個圖片 然後就看不到那個點是什麼 然後所以呢就是 做完以後就覺得眼睛很痠很累 那你做這些有錢收的嗎 沒有 沒有嗎 這是會給你分 可是它沒有錢給你 因為 因為我平時有參加學校那些實驗 是有錢收的 真的嗎 是有錢我才會去做啊 我是為了分才去做 然後那些也是挺有趣 我有做一個實驗室 就是它是你進去以後就是一台電腦 然後旁邊呢會有其他的參與跟在一起 然後你們要做一個那種 有點像Gamble 嗯 那你不像就是 就是它會跟你講 你現在有十個 十個分 嗯 然後你呢 需要分給 就是如果你拿給另外一個 就是拿給B 又拿給它五分的話 然後你 如果它選擇還回來給你的話 那就乘二 好 但如果它不選擇還回來給你的話 你就直接減去那一段分 那它就可以得雙倍的分 然後就是這個呢 就是做完以後 如果你最後剩下多少分 它會給你多少錢 嗯 然後有一次呢 我剩了好像有 四 五磅還是多少 然後它說 因為participant太多了 它不可以每一個都給錢 所以它說 它就給我骰子 它說你搖到六 我都給你 然後我最後都沒有得到錢 然後我就這樣走了 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啊 下一個問題 就是問你平常寫的論文呢 就是寫什麼 大部分就是關於理論性 或者說一些那種論文 就是你要去找資料去看你的觀點是什麼 然後你要去怎麼 像 如果上一次的一篇是要寫 心理學應該是學新的 但是為什麼很多心理學家都在學習大腦 然後讓你要講這兩者的連性 像這類字的 那你一個學期都要寫多少論文 十點以上吧 就是 每一篇都是幾千字 一千五 對以上 然後一千五到兩千 然後到三千 那你讀完心理學之後呢 你可以做什麼工作 你覺得 因為呢 我聽起來你學的東西太多了 因為要學 生物啊 statistic啊 就數學啊 還有 就 很多 其實心理學學出來 並不是只能去當 心理 那個 學家 可以去做很多工作 比如說 你可以去做 旅遊行業 因為我從小很喜歡 Disney 所以 對 所以我很想要去 就是 你以後可以去 迪士尼的公司呢 去幫他們 比如說他們有 他們的樂園 要開發那一塊的時候呢 你的 旅遊心理學也可以 就是用到那一邊的 旅遊心理學就 比如說是 嗯 一個旅遊景區 然後你可以去看就是 你要去 算 旅客到 哪一步的時候 他在那個地方看到什麼樣的東西 會讓他心情更愉悅 然後更想讓他去參加以下的活動 就是 他會跟商科啊 會跟市場銘銷這一塊結合到一起 然後來幫助這個旅遊景區 那更 更加的能夠 賺錢 最後 我已經把問題都問完了 那 你會 給什麼意見 給現在正在選科的學生呢 我覺得 如果 想要選擇來國外 讀心理學這一門課的話 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和很多很多付出的 所以希望 如果你真的決定來學生理學 一定要對這一門課有很大的興趣 因為在 學習的過程中會很累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的話 就一定不會放棄 所以大家就 勇敢地來選擇吧 哈哈哈哈 對 好啦 那今天這條片呢 就到這裡啦 雖然是講普通話的 但是希望呢 大家都會 對 在英國讀心理學 有更多的認識啦 還有 如果本身 是有一點點興趣的話 看完這條片 都可能會更加深入了解心理學 那就看看是不是適合自己啦 好啦 那這條片呢 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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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緊張嗎 超緊張 超緊張 OK沒事 沒有事 呃就是 嗯 剪掉 給什麼 意見給 明白 我不會看 接著 3 1 4 4 5 5 6 9 9 9 6